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全球晶圆代工领域的重量机玩家里,三星在3奈米制程方面进展方面,此前官方显示一直是表明不慢于台积电,且还是处于抢先发表的态度。 2022年6月30日,三星宣布,其基于3奈米制程工艺节点的晶片,已经开始初步生产。 同年7月,三星电子举行3奈米晶片晶圆代工量产出厂一试,彼时,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事业部自信地表示,他们将凭借创新的技术力量向世界前列埋进。 2023年5月初,三星方面称,在节点开发阶段,其生产良率可维持在60%至70%的范围内。 且其彼时已向各大无精元厂半导体设计公司送养,以此彰显对效能验证的信心。 反观台积电,其在先进制程的步伐非常稳健。 直到2022年12月29日,台积电才宣布,三奈米晶片即日起开始量产。 2023年以来,基于台积电三奈米制程工艺的晶片已陆续发表,如联发科天机9400晶片、A17 Pro等。 另据Money DJ,台积电明年的三奈米NTO晶片设计定案,New Tape House数量激增,除了传统客户联发科、AMD、徽达、英特尔、高通外,特斯拉也确认加入N3P客户名单,预计将以此生产次世代FSD制价晶片。 一般而言,采用更先进制程工艺制造的晶片,效能会有提升,功耗会降低,面积会缩小,这样综合成本就更低,且采用新工艺将基于晶片设计公司更大的平台发挥空间。 也正因此,高通、苹果、徽达等大公司相对青睐先进制程制造的晶片。 然而,这段时间基于三星三奈米制程工艺的晶片,却在量产商用上仍遥遥无期。 这也意味着,该领域将在一段时期内被台积电垄断,其中的利润不用多说。 根据分析师Danny Stead提供的消息,2023年下半年开始,三奈米制程工艺打造的晶圆已经开始在台积电的出货列表上,并且在第四季度大幅提升。 仅仅两个季度就为台积电贡献了29.43亿美元。 台积电方面表示,2023年第四季度的营收得益于三奈米工艺产量的持续强劲增长。 显然,三奈米制程工艺已经成了台积电高效的印钞机,三星很是羡慕。 为何三星和台积电在三奈米制程工艺上的实际客户差那么多? 这或与双方在技术路线等多方面的选择上有诸多关系。 目前,已经实现量产的三奈米制程工艺方面,全球主要玩家只有三星和台积电。 之所以会如此,是因为制程工艺的迭代发展受制于资本和技术,其研发和生产成本逐代上涨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BS此前的数据,三奈米,晶片的设计费用约达5亿至15亿美元,兴建一条三奈米产线的成本约为150亿至200亿美元。 这意味着只有超级大企业才有本钱和底气。 三星虽是晶圆代工领域的后进者,却一心与老大哥台积电较高低。 也正因此,在种种因素推动下,其在三奈米工艺的技术路线选择上也迥异于台积电,试图实现弯道超车。 随着晶片制程的进一步萎缩,3D FinFET也将迎来它的极限。 其片距离太近,漏电重新出现,物理材料的极限都让FinFET电晶体难以为继。 此前业界认为,三奈米便是FinFET技术路线的极限。 不过,台积电技术实力强大,风格偏向稳健,所以仍在三奈米制程工艺选择FinFET技术。 而一门心思想搬到超车的三星则直接上了新技术GAA,全称为Gate All Around。 这是一种环绕式炸极技术电晶体,也叫做GAA FET的这种设计,也可以解决原来气片间距缩缩小的问题,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炸极间距缩小后带来问题,例如电容效应等。 三星三奈米GAA技术采用了更宽通的奈米片,与采用窄通道奈米线的GAA技术相比,能提供更高的效能和能耗比。 三奈米GAA技术上,三星能够调整电晶体的通道宽度,优化功耗和效能,从而能够满足客户的多元需求。 与三星五奈米工艺相比,第一代三奈米工艺可以使功耗降低45%,效能提升23%,晶片面积减少16%,而未来第二代三奈米工艺则使功耗降低50%,效能提升30%,晶片面积减少35%,但台积电基于旧技术路线的三奈米工艺反而更为强大。 据悉,目前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家族包括四个版本,分别是基础的N3,成本优化的N3E,效能提升的N3P和高压耐受的N3X。 根据台积电的数据,与五奈米工艺相比,N3E可以在相同频率下降低32%的功耗,或者在相同功耗下提高18%的效能。 而相较于N3E,N3P则可以在相同功耗下提高5%的效能,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5%至10%的功耗。 同时,N3P还可以将电晶体密度提高4%,达到1.7倍于5奈米工艺的水平。 新的技术路线虽能到达就技术到不了的地域,但却意味着更多的风险,更多的未知,以及更多的成本。 此前,三星透露其自家3奈米GAA的研发成本比5奈米FinFET更高,有可能超过5亿美元。 另外,GAA技术的工艺制造难度也不低。 最难的地方,自然是如何让炸机环绕圆级和陆级的奈米线,这里面的工艺极其复杂,也只有对FinFET技术炉火纯青的半导体巨头,才能应对这样的技术挑战。 此外,新工艺对工具的要求也不低,和GAA技术配套的EUV级紫外曝光技术也需要进一步成熟,解决曝光功率不够,以及光子造讯等问题。 据外界猜测,台积电切入GAA技术的时间相对晚于三星,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产业链平稳过度考虑,且新技术的优势相较于旧技术并不明显,还要求新设施和新工厂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台积电会一直守着FinFET技术路。 根据外界的消息,台积电会在2奈米节点上采用GAA技术。 当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已经可以养家时,三星的3奈米工艺还被困于梁绿南自解。 2024年2月,据韩媒报道,三星3奈米工艺存在重大问题,市产晶片均存在缺陷,量品率0%。 报道还指出,由于3奈米工艺的Exynos 2500,晶片因缺陷未能通过质量测试,导致后续Galaxy Watch 7的晶片组也无法量产。 Exynos 2500是一款基于三星3奈米工艺制成的晶片,其设计目标是为了满足高阶电子装置的需求。 据报道,Exynos 2500将沿用上一代的10核CPU架构,同时引入全新的Cortex-X5核心。 Exynos 2500的升级之处在于,它将采用Cortex-X5和Cortex-A730核心,相比Exynos 2400的Cortex-X4和Cortex-A720,效能预计将有显著提升。 遗憾的是,Cortex-X5和Cortex-X4的时钟频率差异微乎其微,测试频率在3.2G和3.3G之间。 具体取决于三星的最终决定,最终可能只会有100M的微小提升,甚至完全没有区别。 韩国媒体报道指出,由于Exynos 2500晶片市产失败,三星推迟了大规模生产。 这一事件对于三星来说,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挫败,尤其是在其与台积电,在半导体工艺制成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。 目前尚不清楚,三星是否有能力及时解决这个良律问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